各位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好 你知道呢,这个一出国啊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啊 经常有一些人会说 哎呀,你看看美国这路多么破啊 中国这个搞了机组设施建设多么好啊 你看我们这桥造了,楼盖了 什么就感觉吹牛逼啊 我就问了 各位有没有去过上海 上海是每一个地方都是高楼大厦吗 你不先看上海的地图 上海我去过,我经常去 我以前在中国 包括苏州 每一个地方都是高楼大厦吗 也就是CBD 而且呢,它相当于一个形象工程 这个国家就在那一块把高楼大厦盖起来 然后呢,晚上开个灯 让大家来看一看 哎呦,多么好 因为呢,中国它本质上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它老百姓认为我把高楼大厦盖起来了 哎呦,我发达了 我文明了 因为呢,这第三世界啊 它也是迫切希望摆脱贫穷嘛 但是它认为富裕的标志就是高楼大厦 交通,高速公路等等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啊 即使是 纯粹的跟美国这个交通 就基础设施对比啊 中国跟美国差的也是十万八千里 首先 首先我就告诉大家我的身份了 我在中国干了什么 我在中国是中铁十六局 我就是干这些工程的 当时中华民共和国修建了第一条超级高速公路 航永复线 项目部就是我 我当时就在那个项目部 我就负责那个项目部 我是可以直接跟那个 呃,党委书记 就党委书记开会 会把我们叫上了 因为我们呢 因为我们那个项目部 那一栋楼一共就 不,二十几个人吧 因为那个项目刚刚开始 当时是2018年 我们呢 我们的领导 就开始讲 中国的基础建设啊 因为最近二三十年嘛 中国这个国家 他从本质上来讲 他在 他的第一条公路 应该在一九九几年 高速公路啊 高铁是在2008年 也就是说 他的基础建设 大规模基础建设 是在最近二十年 建设的 从客观的角度出发 他的确改变了 中国的地貌 包括人们的交通出行方式 但问题是呢 你要看跟谁比 跟美国比 那差距太大了 我举个例子啊 呃 美国 独门独院 美国这个host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卫星地图 就美国是个host 一个普通的美国城市啊 这不是我选了 你看 美国几乎每一个小镇 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那个城市 都有机场 不光是那种大型的 就international这种 这种机场 他有大量的小机场 美国 大概有一万多个 通用机场 飞机是美国交通的主要 就是他人们出行 大规模仪 就是叫 呃 远距离运输 主要方式是飞机 美国 就人们呢 那中国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 中华民共国 他天生跟美国是有缺陷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 大量是在东部 呃 就是东南沿海 他人口聚集 所以他迫切需要建高铁 他跟日本韩国很像 因为人口大量聚集 他的城市 不是像洛杉矶一样 平摊的 你像美国的城市 基本上都是别墅 这种horse 然后平摊 然后呢 他是复制 他美国的城市规划 他很像的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然后沃尔玛为中心 在这个十字路口 会有一些商业区 工业区 他都分开 美国 他这个规划 非常有规律 而中国呢 中国是跟日本很像 他混合 因为 因为中国比如一栋楼 他呢 他的一楼二楼 他的地下两三层会是停车场 一楼二楼会是门面房 做商业的 到上面七八层楼 他会搞什么酒店呢 开个酒店呢 或者开一个艺术班呢 我讲啊 他是混合在一块了 所以他迫切需要地铁 交通 中国是无法像美国一样进行发展 大规模高速公路的 因为人们的话 如果每一个人都像美国一样开汽车 你这个汽车去哪里停呢 所以从从这个基础设置建设来看 他天然具有劣势 另外中国的地形 美国的地形是总体是平坦的 总体是平坦 美国为什么隧道很少啊 他整个的地形总体是平坦的 中国长江以南全部都是山 丘陵 而且他地质也是比较复杂 中国的平原大概就是在长江以北 然后呢 北京以南 就这一块是平原 你看中国的地形图 你就能看出来 好了 他需要大量的高铁去连接大型都市 然后大型都市呢 需要地铁去去建 然后连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区 这就导致了你一个人呢 你不需要开车 你在中国的城市是可以生活了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是非常 呃 他这个生活质量是很差了 有人说为什么 美国是你出门 立刻就上高速公路 然后你的速度呢 几乎就是一分钟一脉的速度 人人在移动 快速移动 所以美国的房价这么低 也跟这个有关 中国大量的人是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他的单位 就城市的单位面积 住了几十个人 美国是平摊的 美国是城市是扩散的 所以呢 而且我呢 活动范围是广的 因为美国的话 一开个车 一小时他就可以开到一百公里之外上班 在中国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这个的话 从他从城市发展来讲 日本韩国包括台湾中国这种城市发展方式 本身就是落后了 他这种方式跟中东很像了 中东也是这样 你看那个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或者什么大马士俄 他们也是都聚集在一块 他规划没有多少规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农业文明 他们也不叫我们文明 他们本质都是农业 都是种地的 他没有什么 美国这种居民的 他的设计啊 包括城市分布 城市的规划 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化 他是设计 这个城市是设计出来的 所以从根本上出发 美国就是比这个旧大陆 那不知道先进多少倍了 就是说本质上 然后美国城市与城市之间 飞机直达 快速飞机直达 这个机场为什么好呢 机场比高铁 那不是好多少倍了 许多人许多人真的是傻子 认为中国要建高铁 中国是被迫建高铁 因为他那个大都市跟大都市 小城市小城市 他人口密度太高了 他被迫要建高铁 而且他城市的权力结构是 北京他有最高权力 然后呢他分级别的嘛 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这种城市结构建高铁 就是为他准备的 如果是建机场 机场就不一样 机场是一个分散式的 分散式 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以城市中心 比如说美国啊 美国你会发现呢 美国的城市发展会有一种 突然之间会冒出一个城市来 比如说拉斯维加斯 在三十年前 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很小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冒出来了 航空使得人员的流动成本下降非常低 就美国他这个 如果是美国修铁路的话 那就完了 因为你发展城市 你必须要沿着铁路走 因为如果美国人们出行是按照铁路 像美国像中国一样 按照高铁来 那么你的城市发展必须沿着铁路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你的城市扩张 包括那个未来的发展 因为你你这个城市 那高铁站它很难移动的 它不像美国机场 美国是到处建机场 而且到处可以飞的 它这个 真的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如果有人跟我讲 我高铁比飞机好 那真 那脑子有病 我的老板 不是我的老板 我当时在中铁16局上班 我那个党委书记都跟我讲 美国的这种交通方式最先进了 全世界最先进 出门开汽车 出远门直接坐飞机 而且它非常简单 它灵活性非常高 灵活性非常高 你高铁你怎么办 高铁如果路上 比如说地震 不叫地震了 发洪水的你怎么办 而且你人员的流动 必须沿着这个高铁线走 就你限制了你的经济的发展潜力 大概是这样 另外呢 美国的高速公路 你看美国的高速公路 就像中国的高铁 美国的城市是沿着高速公路发展的 美国的城市 所有大城市 全部是这个特点 这就像中国所有的大城市 全部是沿着高铁发展 这个这一点 如果用了高速公路 美国高速公路 跟中国的高铁对比 这一点就有点像了 好 但是美国高速公路 它跟中国高速公路 又有一个根本 根本那个不同 美国是真的自由进出 你会发现美国高速公路 它可以 它可以开一个出口 本来这边没有出口 但是它可以开一个出口 而且呢 美国大部分是没有收费占的 这就导致了 它使用高速公路的时间成本 它的效率非常高 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那个高速公路 金库高速 比如说到我老家的连水线 它只有一个出口 你要是错过这一个出口 那你就要到下一个城市了 这就导致了什么 中国的高速公路 它的效率非常低下 非常低下 而且不适应城市扩张 这真的是 就没法跟美国比 没有办法跟美国比 整个 美国的纽约呢 纽约属于特例 我们讲整个美国的交通 另外呢 美国是东西两大洋 美国不光是两大洋 美国三面环绕大海 所以美国的海运 中国海运只有在东 东部 美国是三面都有海洋 所以它跟外国进行货物交流 成本很低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成都 成都一个货物 你要发到日本东京 你要怎么办 成都你要先走路路 或者走铁路 然后你运到深圳 或者上海 然后出海 好的 美国不是美国呢 美国三面都还 大海 美国离这个港口很近 而且它迅速的 快速的高速公路 到处都是 机场那就更别提了 所以你根本就跟它 差距太大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 谁要是了解美国的基础设施 建设啊 那美国绝对是世界独一 远远超过欧洲 欧洲跟美国都没法比 欧洲本质上它还是一个旧大陆 欧洲不管是法国巴尼 还是什么柏林 就欧洲大陆那一块啊 他们的那个交通便利性跟美国比 根本就没法比 根本就没法比 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 跟着美利坚的真的 差距太大 而且美国的交通呢 更加方便维修 有什么意思啊 高速公路 机场 更加方便维修 中国我就问你 你造了这么多地铁 你怎么维修 因为你现在的话 刚刚造十年 你不用维修 你就跟纽约 他也遇到这情况 纽约为什么地铁很脏啊 他已经修了一百多年了 他要想再想维修 成本很高 他怎么维修啊 中国的各大城市 你们的地铁未来五十年 也会遇到这问题 你怎么维修啊 还有中国的高速 你怎么维修 高铁你怎么维修 你不是说我把它造了 因为考虑一个工程 你需要考虑这个工程的全寿命 全部的使用成本 举个例子啊 你造一条高速公路 或者高铁 你要考虑它 从真地 然后修建高铁 整个运营的流程 然后他比如说服役了一百年 那整个维护它的成本 你要考虑 还有呢 你怎么维修它 高铁都是要维修的 翻修 你怎么翻修啊 地震呢 你要怎么怎么翻修 洪水来了 或者说铁轨生锈了 等等各种原因 你怎么弄 尤其是地铁 尤其是地铁 怎么怎么搞 成本太高了 尤其是中国城市里面 到处都是高价路 你到美国看 美国的高速大量都是铺在地上 中国大量都是高价 就环绕城市的嘛 高价 我问你那高价 它怎么那个维修 前不久不是有一个中国什么地方的高价的桥又垮了吗 说 这不是说垮不垮的问题 你怎么维修 你知道它要垮 假设你知道这个这个高价桥要垮 你怎么维修了 你把它拆了 拆了再盖啊 拆了再盖 这个成本也高 你问大神 你怎么知道 我是搞工程呢 我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平地造高楼 和这边已经有高楼了 你要把这个楼给炸了 给清理了 然后再修一个高楼 你做哪个复杂 好的 这就跟美国就真的是没法比 你差距太大了 你真 哎呦 这天呐 你说你还跟美利坚比 真的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